五年 你知道谁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历时五年研发和测试 以色列国防部终于发表了该国梅卡瓦四星的最新改良款 巴拉克式构型 其配备有更先进的环境感测设备 并引入了时下最流行的人工智能处理系统 可协助坦克成员识别与提前预警可疑的微弱讯号目标 从而大幅提升接战时寻标语打击效率 据报道 第一批约二十辆梅卡瓦巴拉克坦克 将在近日交付给以色列国防军第401旅第52营 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每年都会在数十辆新型巴拉克坦克 交付给以色列国防军装甲部队 以取代逐渐老化的梅卡瓦四坦克 这新一代的梅卡瓦都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以色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既是武器进口大国 也是武器的出口大国 推出了不少知名世界的主打产品 如长丁导弹 铁熊防空系统 哈比无人机等 不过让人纳闷的是 偏偏在主战坦克方面 以色列一直不温不火 其自研的梅卡瓦系列坦克 更是近50年来无人问津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以色列自主研发主战坦克 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 当时以色列建于百夫长坦克的勇猛 本来想继续从英国引进新一代酋长坦克 来充当本国陆军的主力 奈何受到一些国家的强烈抗议 英国最终拒绝向以色列出口 而西德也因同样的原因 拒绝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M48坦克 没办法 以色列只能依赖美国援助的M60坦克 作为补充 而这也让以色列政府 有了强烈的危机感 如果未来某天 美国也以同样理由拒绝 那么以色列陆军将得不到 任何新的主战坦克 所以从1970年开始 以色列就在美国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 走上了自研坦克的道路 不过与欧美或苏联坦克的火力 或机动性为主不同 以色列自研坦克的设计思路 可能是受到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影响 居然把装甲防护性放到了首位 之后才是火力 最后是机动性 不得不说 这样的设计思路在当时真是别具一格 那以色列是怎么做的呢 为了突出坦克的防御性能 以色列设计人员直接将坦克70%的战斗权重 用在了保护人员安全的炮塔和车体装甲上 同时在内部设备的布局上 也尽可能以提升防御能力为主 其防护的最大特点是发动机前置 它的柴油发动机和传动系统 被放置于车体前方右侧 其目的就是让发动机抵挡住敌方炮弹的打击 用于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 同时它还大量采用了间隔装甲结构 直接将燃油 机枪弹药等易燃易爆物品 放到了中间夹层内 防止其被击中后伤及车内的人员 而其战斗舱内四周的舱壁上 还安装有各类设备 比如蓄电池 三防装置 液压动力元件等 用作附加的防御手段 此外 梅卡瓦炮塔设计也别具一格 采用不对称楔形炮塔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小炮弹打击面积 以提高坦克的生存性能 可以说 梅卡瓦从一型到四型 防御能力一直稳步提升 如在1997年 有一辆梅卡瓦3坦克在黎巴嫩 遭到了20多枚AT-3反坦克导弹的攻击 坦克车体侧面都被击穿了 结果出了一名头部暴露在车外的车长死亡外 其他成员仅受到了轻伤 车内的弹药也没有被诱爆 在火力配置方面 相比防护性就显得普通多了 但梅卡瓦却是目前最注重 布坦协同的主战坦克 其车体后部的战斗舱 在拆除了部分处弹架后 可以搭载最多10名全副武装的步兵 这些步兵可以先在坦克内一同行军 进入战场后下车执行警戒和搜索任务 主要用来消灭敌方步兵 特别是敌方的反坦克手 保护己方坦克的安全 其主武器从12型105毫米线堂炮 升级到了34型120毫米滑堂炮 同时都配有两把7.62毫米机枪 另外除了梅卡瓦4 多了一挺12.7毫米机枪外 从梅卡瓦2型开始 其在炮坦内还装备了一门60毫米迫击炮 专门为步兵进攻提供取射支援火力 在最差的机动性上 由于它装甲防护做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 导致梅卡瓦坦克的战斗权重一直居高不下 如梅卡瓦1型的战斗权重就高达63吨 而同时代的M60A3坦克也不过才52吨而已 它世界最重的记录 直到英国挑战者坦克服役才被打破 巨大的战斗权重也导致梅卡瓦坦克 在战场上的行动极其笨拙 而且对地形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差 这就像俄军装甲部队在土地翻江期 陷入泥江无法自拔的情形一样 要知道 俄军现役各型主战坦克的战斗权重 也不过40到50吨左右 更不要说梅卡瓦这种60吨以上的超重量级选手了 所以对很多国家来说 如果要采购梅卡瓦坦克这种庞然大物 还要考虑本国的桥梁铁路 是否能够承受其重量 这也是为什么梅卡瓦服役44年来 无人问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 此次公布的梅卡瓦巴拉克构型 都进行了哪些升级 是否解决了以往的缺陷 梅卡瓦巴拉克构型的整体设计 其实与梅卡瓦斯一样没有太大变化 都是由位于车体左侧的驾驶员位置 车体后部的炮塔 以及前部的发动机组成 只是在防护和数字作战能力方面 用上了最新的技术 相当于是梅卡瓦斯的改进版 首先 据资料显示 巴拉克构型最大的亮点 是安装了最新的环境感测设备 和引入了人工智能处理系统 它集成了在梅卡瓦斯上测试的 Airvation铁式系统 该系统是以色列ESLT公司 专为装甲部队设计的 全景态势感知系统 融入乙军的战场情报系统后 坦克手便可以从有军直升机和无人机的视角 俯瞰战场全貌 并自动标定敌我和目标种类 以减少作战环境的狙击威胁 在攻击模式下 坦克的炮塔与指挥官的视角随动 真正实现了看哪打哪 相较之前发现目标后 在转动炮塔瞄准 这种用目光杀敌的方式 效率自然要高得多 且操作人员不再需要探头观察战场形势 保护了人员安全 另外 安装在炮掌镜上方的萨皮尔新型360度摄像系统 能覆盖白天和夜景 且与铁式头盔结合后 相当于车内多了一名AI人 除了能提供目标的基本信息外 还能根据目标 可对威胁目标进行优先排序与提醒 智能推荐要使用的炮弹和弹克损伤的视觉信号 由以色列军方官员表示 梅卡瓦巴拉克的定位将与美国F35战机角色相似 都具备强大战场信息搜集分析与中继能力 是当之无愧的划时代装备 另一个重要改进是集成了改进的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 防护性能更加的变态了 战利品HV主动防护系统重800公斤 是为主战坦克和重型装甲输送车设计的一种 全自主硬杀伤主动防护系统 可用于拦截包括反坦克导弹 火箭弹和无后座力炮弹等各种威胁目标 一款标准的战利品HV主动防护系统 由雷达计算机和处理器和两个对抗装置发射器组成 其中雷达采用的是爱尔塔公司的ELM2133 风一相控阵雷达 它有四个安装在车体炮塔上的平板式天线 可覆盖全周360度的范围 遇到敌情时 该雷达系统能将敌方目标信息 传输给车载电脑网络和战术网络 并顺势启动探测敌方火力功能 向成员和友军发出即将到来的敌席威胁警报 如果系统判断敌方威胁火力 能打击到载具 它会立刻启动M1FP发射器 以硬杀伤方式发射M1FP弹 摧毁来袭的威胁目标 并第一时间向炮手提供敌方武器的发射位置 以供反击使用 据称 自2011年以来 战力品HV系统在各种地形的所有低强度和高强度战斗事件中 达到了100%的防御成功率 去年7月份 美国陆军都忍不住开出一份2.8亿美元的合同 来对艾布拉姆斯采购该防护系统 可见其性能的优越 目前 以色列国防部已经部署了标准型战力品HV主动防护系统 将其安装在了梅卡瓦34型坦克 虎视重型履带装甲输送车上 以及刚公布的梅卡瓦巴拉克坦克上 最后一处升级是在武器系统上 虽然巴拉克构型的武器系统与梅卡瓦4型的武器相同 但却提升了相应的软件设施 如改进型的全电炮塔控制系统 车掌和炮手都可以用控制器操作炮塔进行射击 同时还升级了名为 来线母的改进型炮掌瞄准镜 和车掌开放式架构周视镜 前者具有先进的昼夜观察能力 具备自动跟踪系统 装有与新型车掌周视镜同级的新型热成像仪 后者具有新型的第三代热成像仪 骤尖彩色摄像头 人眼安全激光测距仪 同样集成有自动跟踪系统 而且为了管理 巴拉克还安装有艾尔比特系统开发的 新型数字化陆军750战斗管理系统 该系统在战术层级 加强了坦克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和情报能力 车掌能够利用其触屏终端操作武器 收集和分发情报 并进行火力操作 并能将战场情报通过数据链 迅速与友军单位分享 大幅降低了协调作战的困难度 在机动性方面可能没啥变化 火力军查到的资料里并没有提到 应该是和梅卡瓦斯一样 采用了MTU的1500匹引擎和5档自动排挡箱 从而实现64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和500公里的作战范围 由此可见 巴拉克相比前四型梅卡瓦坦克 虽然没能剔除超重的缺陷 但却变相提高了战车的战斗力 将其变得更加适合 以布坦协同作战 远程火力实施支援的战场 就像如今的俄乌战场一样 无论是乌军还是俄军 都在一定程度上 将坦克作为一种越野性能好 且可以快速机动的 高防护火力支援车来使用 而乙军梅卡瓦34 以及巴拉克坦克装备的120毫米花糖炮 或是退役封存的梅卡瓦2装备的105毫米线糖炮 都可以胜任这一使命 再加上梅卡瓦坦克本身绝强的装甲防护水平 简简单单就能胜任 而且梅卡瓦附带载员舱这一设计 也很适合布坦协同作战的需求 这同样也是目前乌克兰陆军装甲部队所需求的 由于梅卡瓦坦克本身就可以搭载一定数量的步兵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于装甲人员输送车 或者步兵战车的依赖 尽可能避免一旦遭到袭击 多辆坦克战车挤成一团 最后被悉数歼灭的情况发生 借用以色列国防部梅卡瓦战车及装甲车辆处处长吉伯尔准将的话 搭载了先进感测系统与AI技术 操作更加直观的巴拉克将是全球目前最先进的战车 好了 关于新一代的梅卡瓦坦克大家有什么要补通的吗 我是火力君下期见